第118集 现在的年头是一个竞争压力 无比巨大的时代 就连赌球赌输了 上天台都要排队 如果两只脚不快脆的话 人家在家将陷阱布置好 守株待途都有份 那个肥腾腾的肥仔一听到 有钱赚 就十足十只猫闻到腥味 一边走一边打电话 争分夺秒地说 磨刀不误斩柴弓 隔绝空气 不用见到个人 都可以感觉到把刀 已经磨到磕磕声了 时间从来都不等人 赵折这边也没有一秒钟有空 他出去将扮业务的保安 全部都叫回来 其实这些这么小的烂鬼公司 谁谁用这么多保安 连个保险贵都没有 前台又有个男的 保护够叉销 美若其名 就是说是保安 其实就是以合法的名义 养着整班收贵里的地猫无赖 以此来保证 在老赖给谁更加赖的时候 不用金败下风 姚雪的电话打回来 说甘如完全都没有骚他们四个人 就不一样就已经走了 他一听到这个说话 当场就后悔 那个有钱仔方星海 整日就望前望后 想弄多几个单 赚这么多钱有鬼用吗 要有命享才行 赵折现在的眉 好像被人踩着一样 不停在那儿斗劝 哄哄哄着 因为甘如刚才 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话的语气还霸气到死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打你 你看住来吧 说完之后 电话就吸了线了 这个美女疯的 什么鬼都敢死 霍连星的数据 也是他搞到满城风雨 还有谁不知道他逆向行驶 差点撞车同归于盡 都要把数据回来 赵折 他十几年前 还未掃黑的时候 帮人看门抗 那时候的他 左青龙右白虎的民生 附近KTV洗浴中心的会所的人 都认识他 现在居然被一个女人威胁 那时候的心还来了几里 他现在还静悄悄把桌面上的手机 还有笔记本就收回它 把原本穿的棉拖鞋 也换成了运动鞋 如果那些流氓真的开起片来 他就打算不理三七二十一 三十六计走回上计了 因为不理是挨打也好 被人滴进去派出所有好 都很可惜的 这次真的头一次 有人踩上门 所以他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了 赵总啊 一个三十几岁的老女人有什么好害怕啊 你这些不要命的女人才可怕 赵捷眼神当中好恶死的光 就BB声射出来 准备和金鱼死过 狼人才是最得人害怕的 现在赵捷越看这个梁林就越不顺超 自己当时是不是鬼暗眼啊 不知为什么招了他进来 他就连客户的名字 依据找依读都读不准了 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全部都是文盲来的 那又譬如 和工商税务消防社的上报材料 更加写到一塌糊涂 就连扫把波机消防山都不会写的 眼看现在的天慢慢暗下来了 那帮保安也陆陆续续赶回来 扎扎实实地把本来豆腐馆 这么小的两层泡面逼得实实 赵捷现在真是火都来 如果那个小妹金鱼 今天没过来踩场的话 她明天一定要炒掉梁林仔一下天 庆祝一下线 方星海也过来 这个留着飞机头 在大冬天里面依然坚持着 九分副汗版西装的有钱仔 一落了自己的那架奔池 就踢了进来开了地暖的店铺 十足十个领导带着米面游凉 下香来慰问 那样很消灑 我保证这女儿哪里来的就滚回到哪里 他们两个原本是互相竞争的人 现在难得一见 放下所有的成见 方星海就暗暗地出了个屎桥 搞到赵捷总算露出了个 好像恶婆那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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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利益之争 没有人会缩沙的 美人探这件案件 将会何去何从 不单只是竞争局的辞青员 在白亡当中都会关心一下 而施程亦在全程跟进着 这种灰色的案件 打着P2P平台名义的小额贷款交易APP 就连的征讯资格都没有 应该就是要被取题的 但现在执法部门 因为责任归属不明确 还未出手 而施程原本一直在等金如的电话 他觉得在这个风口里 金如和地头社 已经拎到水火不容了 应该就需要光明正大的帮手和商量了 但施程 手一整晚电话 响都没有响过 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 应该是开心好 还是落幕 金如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自己一支工去应对的 汇丰小区 是高档公寓来的 上下两层加起身 差不多四百多平方 上下打通之后 用旋转扶梯连接起身 在超大型的落地窗外 就是滔滔的蓝光水 夜幕落下 华灯四起 四面写字流的LED广告 就作为满星河了 一眼熟过去 两个字 车华 而燕卓尔喜欢的 就是简简单单的风景 比如说 大客厅中间 直径五米的锦尼池 在里面有两条肥美的大鱼 在里面有两条肥美的大鱼 就眼一看 一条至少有五斤 一条肥美的大鱼 慢慢地在池当中游着 吞食着人扔下去的饼干 条鱼看下去又懒又贵气 在燕卓尔的旁边 站着一位中年的男人 这个男人很明显 就没有燕卓尔那么耐性了 他随手拿了整个饼干 就扔了过去 那两条肥美的鱼 就占起了整地的水花 他就问 条鱼想勾了 燕卓尔的语气 始终淡淡的 面上还带着很疏离的笑容 嘿嘿 紫飞鱼 怎知鱼之乐 鱼之思呢 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 不管是群鱼 还是只抽也好 斗枝还是斗勇 演出已似乎都不是那么上心 但是又事无巨细地了解得清清楚楚 在地面上拌的 与企业事业单位 挨支力是一样的 位置只不过得那几个 如果腾出来的话 就有新人去坐的了 来来去去 无非那张椅子换人呢 紧张个屁吗 现在应该紧张的 就是马实和马粉这两位 不是亲生兄弟 又姓似亲生兄弟的流氓 他们和百祈山一起 在哒哒乱 只要那个死靓妹 拿走不应该拿走的东西 他们就直接去群鱼了 这个道理 不管放在哪里都没人敢说不对 但是这个消息就好像便秘地 逼着在那里 始终都传不回来 白祈山就很生气地说了 你是赢我今天都没找女儿来出压力 就是想用拳头大力地打这条死靓妹 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至于打担在甘如租回来的那间屋 也有人在这儿盯着 但是完全都没用 既没看到甘如回来 也没见到房子着灯 守株待兔的 草蛇灰线的 老谋心算的 可以用的人手全部都拿出来 甚至还有人 出门本地二手租领的市场 问了有没有甘如这好人物 去租那些卡车 叉车 或者铲车之类的 因为万一如果 是个报复社会的 那便闭嘴了 欢迎收听《黄金链》 本作品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南粤飞星社制作 作者 常书印 主播 小善说 第119集 年关一过 郭勤毛的业务不单止没有扩张 反而有了缩水的迹象 这一层就不是他业务能力有问题的 开会的时候 策划人员就捧着新的意向书 正在征求他的意见 各种 我们这三年争取下来的客户 其中有五家已经破产了 造成我们今年业务量的预减 那天要下雨 合作坊要破产的话 又有什么计划呢 郭勤毛轻轻地扶着自己的�颗头 手就不停转着筆 将已经收拾了一粒的五家企业 从自己的客户表格上就画了它 再也不会有视线投向这五家失败的企业当中 不单止要做光明眼镜这种大客户的单 或者理工大学这种学校单 都要适当考虑新兴行业 那当然了 创业园区里面那几个虚钱的小公司 不是新兴行业 比如现在专门搞那些什么小额泰的P2P平台 全国已经上线的APP超过2000个 前景应该很好的 尤其是他们从来都不赖仗 司徒师的发展相对薄弱一点 集中在几个电商巨头那里 讲下讲下 郭勤毛轻轻地想到什么 即刻站起来去打电话 他今次打电话的对象 就不是打给燕卓仪 而是打给方星海 一间企业 想要做得长的话 路数一定要多 分数不计 郭勤毛如果他真的没有那些手段 那么他的广业传媒迷惑 投资或其他业务 怕且就已经变成那五间倒闭的企业当中的一间 然后再给其他公司 在会中当成反面教材来分析都有 或是好像刚才那样 直接用一支笔一画 然后再不会出现在下一次的会议内容当中 原本郭勤毛就想打电话去问一下 美人泰的投放广告页面 还需不需要他去继续提供 毕竟这个APP真的有点困人 他只要挨挨18岁至35岁的女性 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己的照片 上传上去的APP 之后就会有人通过视频通话 来确定的贷款额度 在郭勤毛看来 这样和直接卖去洗浴中心 或者那些发廊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硬是唯一的区别 那就是在于那些是一次性的买卖 而这个就比较复杂 唉 算了 别想这么多 想这么多干什么呀 干什么不是卖笑呢 郭勤毛立刻堆起四万的面喉 突然打通了方星海的电话 那边很爽快 一口气就报了今年的广告量出来 顺便就问了郭勤毛一个问题 对甘园这个人的了解程度有多少 方星海那边大肚苦水呀 他说这个小妹收数的手段一流 插握了人家的饭碗 他现在都快哭了 郭勤毛听到这个消息 两行眉就拿得更加迷 他吞了一口含在口里面的口水 打完这通电话之后 他把杯放在会议桌上就说 今年做方案的时候 不用跟美仁泰这一份做预算 我觉得这间公司就来玩完了 米国到时做完方案之后 钱收不回来 现在美工图片程序什么都要钱 他们那边和其他平台差异太大了 到时的手末只剩下来 拿去另一间公司又不合用 变费废稿 先不要搞住了 在他心目中 金鱼是一个十拿九稳的人 方星海现在和金鱼过招 金鱼赢硬 方星海输硬 既然美仁泰都自身难保 那怕且之后的广告需求 都不用指望了 郭行墓甚至还没有在自己公司 人多嘴杂这个会议上掩饰一点 直接把美仁泰的方案踢毁了 不过 他好像对金鱼这段事的后续发展 就上了心了 神仙打架 凡人就遭殃的例子 多数都数不完 但是凡人打架神仙为官 这样的情况就少之有少了 现在的天色越来越硬 节爱吹的人始终都没有见到 金鱼入门口的身影 望下彪 而是几个收数公司联合过来请的 但是横计店计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整班男人就好像大过年首帅 在这儿等金鱼 外面那些店铺绿绿绿 已经关门收了铺回家了 路边一路有人轮流地在这儿放哨 但是金鱼始终都没出现了 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金鱼在有些人的心目中 就成为了比年寿更加恐怖的怪物了 只不过有些人也会觉得 这个小妹只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九成九已经穿了草了 你们先守住 我去养蒸畜蕊 讲完之后 他们上了二楼了 想去照折专门留给自己的房仔 舒舒服服地睡觉 照折她 她就不敢睡了 这个现在说就说是失踪 但是随时都会飙出来的小妹 就是好像一个定时炸弹那样的 鬼知何时会爆吗 因为了解 所以她害怕 这条什么鬼都敢死 又挖过番茄的鱼仔 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的 而金鱼那边 此时此刻 她正在火车上面 和马丹丹两个人 占了三连牌的座位 再盖着厚厚的鱼俑服 睡得很难 哼 他们真是杀我 如果真的和那帮人想的一样 去打架 马丹丹晨早就已经暑走了 金鱼在睡觉之前 文旧旧地感慨了很久就说 说真的 我觉得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和我国的古代历史故事 都很有启发的意义 那比如说掌握智慧的神 是女神亚迪娜 但管力量和战争的神 就是男的 那就是说明我们女神应该是靠智慧 不是靠武力在这个世界上搅拌的 所以我打电话 空下照折而已 说要打她 他们整担心机 那个傻佬真的把整担心机 放在怎样防止我打她 哼 她都杀昂的 我哪会答得她这个真的流氓呢 但是一物至一物啊 我就不信其他办法我震她不住 哼 隔离南无市这个城市就很失败的 从租房的地方去上班大概是隔20公里左右 使用一般的交通工具的通勤时间 就在一个半钟以上 所以大部分公司就会规定在9点钟就开始打卡的了 如果说10点钟到了办公室都算是早的了 11点可以开工就不算迟到的 而这种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又比较特殊 大家的早上都是由中午开始计数 晚刻就上到天亮 等别人收工才想别人家收储 这样的夜生活才开始 所以现在晚饭这个中储 看下又有点早 但是豆腐馆这么小的地方 真是用不到这么多人家 到了半夜的时间 赵哲就叫大家散水了 各自回家睡觉 就连睡到碎眼懵松的有钱仔方星海 都被赵哲一脚的吞醒了 他就怎么也不信 甘原这种死窮鬼 可以三间半夜爬起来踩他墙 赵哲是新京白战的老流民 他决定在战术上重视 但是在战略上就平视他 第一百二十站 赵哲将到门关了他 就上楼睡觉 华灯底下 甘如同麻蛋蛋两个人的手机 都定了位 看着两个红点一下子 串了几百公里之外 慈青原见到 头皮都有一点发麻 这条滑过蕃茄的鱼仔 不是眼睛就要挨打 说完那些狼死的话之后 就辞走了啊嘛 无恒产者无恒心 别说恒产了 这个女孩在这个城市里 就连一次性给了半年租的屋都没有 顾飞他亦都在直近斑 他反应就平淡得很紧要 只是轻轻掃了眼 视线就飘到第二处 在脑海当中 飘过了两个和甘如 不是几相符的词语 冲锋陷阱 沙场点兵 顾飞笑了一下 眼角略大一些很复杂的甜蜜 在上一次的千杯不醉 言又在意 好像他这样的人 就算是失信于天下人 都不会对他无信心的 他说了 说想好了 那就真是想好了的了 眼底最重要的是 反而是其他部分 就连顾飞都觉得是千头万水 整个头都大了 好头尺 另外三个招聘过来的怯警 徐和爱琴就出了去外地出差 担保公司虽然收拾了一粒 但欠下来的债务还在 每一个深淡边难道 都有很多人在哭着喊着 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那三个怯警就跟着爱琴 在全国东奔西跑起身了 从兄弟单位和当事人那里 去了解详细的信息 就算是短短一日时间也好 发回来的信息 也都是海量的 打人成拆的话 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本 二十万字的小说 这么厚的厚度 只不过 单单案件都是彼此独立 那些案件看起来很枯燥乏味 就算是专案组的食堂 专门在元宵佳节 提供了甜咸两种的汤圆也好 都没有令到女精精门发面上 露出少少的笑容 尤其是白芷玲 私底下还和顾飞在这儿伸添 为什么那些案件这么多 我一开始见到 受害人被人诈骗十万 就觉得 哇 好多钱啊 到了后来见到 整百万 整千万的 都觉得 邪 只是觉得那些案件 为什么这么厚的 里面的人名我都记不下 挪用供款 涉绩的 一拖再拖 那些案件就是办不下 我还搞错了两个地名 都被人罚写检查了 这个新人的热情 在逐渐逐渐地被消耗了 白芷玲一路说 一路就窄窄窄 眼泪都流了 即场新人 南宝就不犯错的 顾飞在她杯水里 然后加了一颗沉甸甸的白糖 群众的面子 那些年轻的女孩 就总是善变的 喜怒之间 通常都是上一秒 和下一秒的变化 只不过呢 人家就精致于 碧玉的气质 而金鱼就像个大爷那样 所以说 一遇到金鱼 顾飞按部就班的平顺生活 就会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起伏 讲到底 都是游冲的唱会 顾飞的嘴角微微地 欢喜 蹦在窗边栏 将整杯水喝光 老成持重地 卖了个关子就说 等这案件结束了 我再告诉你 现在不讲故事了 先看案吧 白芷玲就很鄙视地 嘟了一下嘴 她抹出面上的淚痕 然后脚步轻快地 走回直班室的办公桌前面 现在这个时候 反而是白芷玲变成那个 最不眼睡的人了 在她面上 完全都看不出对才很难过 她坐在电脑的前面 正在这里将 同事在外地发回来的 讯息和数据资料库 进行对比 进行交叉重叠 试图发现有用的料 这位美少女战士 很明显就认真很多 顾飞瞅了她一眼 这位美女 拼了一下头发 眼神很清澈地说 我们的女孩呢 带出血七日 都不会死的神奇生物来的 社会主义里面的社会女人 绝对是不会认输的 警务单位气质刚弱 在席班室里 顾飞的办公台就在慈青园的对面 白芷玲和顾飞望着当日发回来的资料 要经过整理作为第二日开会的内容 安慶泽去的是沿海直轻市苏南市 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 工厂和公司都很多 经济活动很活跃的 在没有担保公司走路的情况下 其他电讯诈骗 网络诈骗 合同诈骗的案 都是层出不窮 所以几间担保公司走路的案件 在帮地 根本引不起太大的关注 根据安慶泽发过来的资料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贞办这个案件的主力 从嫌疑人的住所、公司 再到受害人的住所、公司 都要调查 还要对双方来往的人员 进行常规询问 但是不少房地产商和娱乐行业的人 都很尽力地回避这些问题 哪怕他们在这案件上 已经损失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白芷玲她首先发言 之所以大家的工作量一下子变得这么巨大 不单只是因为单纯的担保公司着草的案件 而且还是因为要把其他经济案件放在一起去对比 而现在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 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刑事案件的数量 尤其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当中 拆迁和污联网行业突飞猛进 立法的速度已经跟不上case的速度 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 原先大部分的娱乐场所就存在着这些偷税 流税的问题的 那些客人去消费 只要多送一支一百多元的红酒 就可以免开一千多元的发票 而我各针对房地产行业从去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 一共是发布了两百多条政策 船势就好掉头 但是这些庞然大物想掉头就没那么容易 我们一介入就会发现不少的银行 都存在着违约贷款 第一百二十一站 慈青园将其字笔在桌面敲了两下 有些杂议为常的无奈 白芷玲望石安庆宅发出来的资料 发现他们遇到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困境 顾飞手头上的是吴刚和王子惠发出来的消息 这两个精力旺盛的人 是去了中西部的一个城市调查 新经济政策下来以后 不少难不试的人都背井离乡的 去外地开设担保公司 他们给当地的经济建设做了不少贡献 批不下来的那些政府撥款 公司之间的工程款 都能够通过担保公司的运作拿到手 速度比直接跟银行打交道快很多 走银行或者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渠道 借到的钱不单只可以买材料 还可以用来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 但是现在由于担保公司的运作不当 经济问题频发,贷款去向不明 琵琶公司又太多 被当地的经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吴刚和王子惠通过当地的公安局 和派出所了解到的烂尾工程 就有六七个 这些烂尾楼不能够结算工程款 材料不能够折旧 拖欠工资都不能够发 担保人走路 他们在街面上的铺被人打 家门口也有人守着要拿钱 和他们合作的包工头和工厂的老板 没有走路那些 现在已经被当地的法院起诉 还有些已经着草 有些拿债的人 直接捧着一个骨灰盒上去等 雇了当地的烂仔上去搞事 这些事接二连三不断发生 以前人们有多喜欢这种民间资本加杠杆 来进行贷款融资的方式 现在就有多厌糊 跟后期发生的事件一对比 先期的那些好处就有些微不足道了 十年前 南五市的人去外地开担保公司 只掛出南五市这个牌出来 就会有人拿着合同和钱上碗找他 这种这样的合作方式是认可的 但是现在十年之后 南五市的人在外面开担保公司的话 就被人当成骗子 被人畏追堵截 怕且再要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元气 哎呀 泥沙俱下 大浪屠沙 慈青园望着这些 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案件 头都大了 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上又陷入困境 跟金钱有关的案件 跟其他案件的性质不一样 慈青园对这个已经早有准备 但是他小事都想不到 金针在地方的工作 是这么难以开展的 白芷玲把整个资料 放得整整齐齐 分门别类地放好了 就说 又想要我们帮他们破案 又怕我们把他们的坏东西爆出来 什么都想要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东西 竞争 做得最多的事情 就是调查整理财产 和财产的转移情况 为公安局办案 和法院审判提供证据 其实真正作为先头部队去打打杀杀的话 真是少之又少的 谁说不是呢 慈青园似乎对这个早就已经杂语为常 个人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 但是顾飞就爆了一个怒吼 既想做老举 又想立个精致牌坊 其实原本他是想说 宁可正而不足 不妥邪而有余 慈青园讲 或者他们可以从催修途径去入手 自下而上地去了解 整个地下银庄的运作方式 讲人话的话就是 他们搬一张小凳坐在那裡 看看根余究竟可以怎样做 赵芝 你和我开门啊 你不是想凍死老姐啊 和我开门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开门的话 我确定拆掉你的墙 把你这条扑街扔到化粉池 甘如把声真是中气十足 在他把口里爆出来的粗口 不会重复也不会卡记 从问候祖宗十八代 到问候人体器官 一样顿错样样都有 讲话的语调很黑人真 就好像在电话里来了一段 流问有嘻哈的 你大爷我撕烂你把嘴 在楼下那道门被金鱼拍到 好像打雷那么响 就来烂了 照着面上还带着一种疯狂的笑意 哼 送上门了吧 那天都要收他了这一魂 他早就已经用另外一个手机 联络了一人手 在群里喊一声而已 附近大大小小的兄弟 全部都要过来帮忙的 他说要打烂金鱼把口 真是不是一句空人的话 赵折他现在已经很愉快在想 到底要打烂金鱼他几只牙口呢 那原本他是想各退一步的 和甘鱼以后还有生意可做的嘛 但是这条靓妹 给她面她不要 比赛她又不拿 直接把面伸过来 扭打地说 嘻 怕他吗 他照着走江湖那么久 他出来走的时候 这条靓妹都不知道还在买死片 现在赵折估计时间都差不多了 楼下的铝合金卷杂门 一阵一阵地响起 那些声就好像地震那样 赵折真的很烦躁 整只箭地冲下楼 用遥控器把卷杂打开它 卷杂升起一半而已 他就看见外面有一对脚 想都不想 直接一个佛山模型脚就蹲下去 对着那个人的腰 就一直用力摔过去了 看下大爷我才撕烂你把嘴 这件事在过了很多年之后 赵折他真的后悔到腸都青了 那一脚大概是人生当中 至关重要的一脚了 如果人生可以重离的话 他宁愿把自己的脚放在 包青天的斩刀下剁掉它 都不敢摔出去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弱食的 时间也都从来不会倒流的 现在的赵折 觉得自己整口气真的高了整天这么久 最终都可以出了 哎呀 比这一条豆钉那么小的豆芽菜 搞得整晚都睡不着 还带着整班人在铺面搞来搞去 搞到他就落落乱 这个美女都配吗 她不配 这一脚扔出去之后 照折看见对方 哎呦一声 跌得整米那么远 但是竟然跌得有点空虚落幕 那些什么以死相搏 什么打遍临时无敌手啊 今天看来 不过如此而已 全部都是虚张声势的八婆 只不过 在卷宅门彻底升上去之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 扔了一个阿伯的 她小眼一瞇仔细一望 照折整个人好像被人点了月道那样 动都不动了 就连一只手都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好啊 而她两只脚都不知道应该向前走啊 还是向后退好 直觉告诉她 她现在应有点赞评论 和给个五星好评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下一集更精彩 第122集 今早本来是一个很宁静的早晨来的 赵折在她这一头 就不耍流氓的 她每次吃油条大饼都给足了钱 她兄弟当中 已经有人开始罵人了 你个屎老爷 好屎不屎啊 想着上门来找屎了 方青海 晨那么早就被人吵醒 整个飞机头都躺到歪来歪斜 都来不及用风筒 吹回一个新的发型过来 硬是全身火气的 没办法的 死老爷 回家看着你的孙子 不要来找我们晦气行不行 耽误了我们的工作 你知道要赔多少钱啊 你老板你死老爷 快走 赵折那一脚 倒掉了之后 如果不想被这个阿伯屈的话 就要先把这个阿伯 嚇走了他 如果这个阿伯真的被赵折到 动不了的话 到时再看怎么办 阿伯的头发 就已经全部都白了 整面都皂皂皂皂的 刺着一块陈年的老衲 身上披着一件 上世纪传下来的军装大衣 对脚还穿着一对 口口实实的大棉鞋 这个阿伯 哼了声 索性盘着两脚 坐在地上 眼睛这个阿伯 没什么大件事 就有人想动手 把他吓走 方星凯 现在控到来阿伯的面前 抬起对手 就走升他一巴 整二十几个无业流氓 年轻仔 都控起来 想看热闹的房间 他们晨那么早 就离开了温暖的皮豆 不是吧 你就叫我们来对付一个 就贩卖咸鸭蛋的阿伯 而趁早来买菜 买肉买早餐的大妈 也都围续过来 伸长条颈 好像欣赏今天最有趣的趣事似 只不过 戏剧性的一幕 即将要发生 赵捷又来一个佛山无影腿 不过今次 扑的就不是那个阿伯 而是对着方星凯 条腰扑了过去 那个方星凯直接被赵捷扑到 整个九日屎的姿势 正想而大声罵赵捷 你是不是盲了 就见到这一只 好像牛那么大一只的男人 动一声跪了到地上 爹 蛤 你这个老是否有问题 你叫哪个老豆 我以为你盲了 你不认识我 赵捷 赵捷 大只佬 虎背 红腰 还左青龙 右白虎的纹身 身高 足足成两米 那么长 手指头伸出来 似足一个圆 圆圆圆的胡萝卜 那么大 这样一个人 站在道的时候 就好像门神关公 那样 躬身下来 尼远 望一下 诶 整个地主的家 养的那些大狼狗 那样 如果平常人家 哪敢走上去 而赵捷的样子 生得非常过关 如果摆在其他行业 肯定找不到东西 再外加他的拳头 真的够硬 才可以在临闪这个环头 站得住脚 拌得风生水气 方星凯 现在很吃力地 揉着自己的脑腰 心整万句怨言 为了讨好你老豆 竟然扔了你阿爷我的腰 我屁 只不过 他又怕再来一脚 所以唯有静悄悄地 退到他后面 赵捷现在整个人都跪在那儿了 甘如现在从早餐当道 就瞄了出来 就说 哼 喂 你这个跪里佬 还想不想打死我 这些人 不就是看热闹 吾厌事件大 哪里晾想哪里睡 甘如仔 这个时候还出来搞事 他现在整个人 空到赵捷的面前 在挖来挖去 那个表情 漏打 那当然 这么大台戏 这么大的阵仗 只靠甘如一个人 肯定就搞不出来 麻蛋蛋和王者在后面 不是很远的地方 正坐在早餐当道 吃着油条 饮着新鲜的海鲜粥 他们之所以没有露面过来 理由很简单 他们觉得 好鱼 好饿 尤其是马蛋蛋 一口一口咬着油条 做茶 四周围在这儿 再把肥肥脆的头转发回去 咳咳咳咳 你要看 这钱几顶 就飲了整 importance 浓郁大壮 咳咳咸 hone滿 bouncy 的海鲜粥 他们两个人 也关注阮柱仕态的發展 如果趙捷珠 Against胆荷 真是够狼死的人 几个人 找个麻包包 直接把金鱼打包好 扔到咸水海 王者问 以前 最近 賭迈 猿元代甲石 我就没有看到 这次小胆子 只会 那時候是躲在電腦後面的 現在可能會挨打的 你膽大你不去幫我女兒講道理 我是人民警察 怎麼可能跟群眾吵架 更何況潑虎罵街很沒面子 而且比鬧街更慘的是 一男一女當街開篇 趙節她當然忍不住 一個美女在她旁邊咦咦咦的 說話難聽就算了 還噴到她整個臉都是口水 唉噴到整個臉口水都算了 她還夠膽死伸手 在她後尾枕裡打了一下 底那陣面那陣 今天全部都輸了 趙節一翻身 整隻老虎般撲過去 力氣真的有千斤那麼重 她一巴掌就惡死倫敦地 升到甘如畫面上 那些圍觀者 聽到那一把清脆悅耳 而且充滿了力量的響聲之後 這個美女平時堅強到 不會對任何一個人流一滴眼淚 但是今天 竟然對著這麼多人 對著路邊紅綠燈前面的攝像圖 壞一聲就哭了起來 王者和麻彈彈見到這樣的情景 兩個人一拍桌就起來 想過去幫甘如一把 但甘如好像氣精上身一樣 明明自己虧了底 但現在這個情景搞到 照著他們下不了台 甘如一邊哭 一路拉著照著這件衣服 就說 鬼里就是迫死人了 日子真是沒辦法過了 我怎麼過 上一輩設了些什麼葉 今世要被鬼里逼到 沒辦法過日子 照着看着自己对手 明明是自己打人 他现在为什么觉得自己还痛过这条小妹 金如叉着腰 一边大声说 一边指着围观那二十几个人就说 你们这帮死贵女 搞这么多人 这么大盆人 就为了打开一个女孩 用不用呀 无天理 真是无天理 一般来说 哭苦哭忽是留不住男人的 只会令男人觉得零射烦躁 好鬼欺人生 但现在只需要升一巴 就可以令到全世界都有静止的神奇效果 那当然 美女就除外的 但又当然 金如根本都不是个美女 眼看第二巴掌 就要升下来了 他这一个第二巴掌 是升不下来的 那个阿伯现在的愤怒值 就已经到达了巅峰 跟我停下 你是逼我报警是不是 听到他老爸这么说之后 照着脚震震地蹲在地上 想将这个阿伯扶起身 但这个阿伯扶起手 就按着赵哲的头 这个阿伯扶在地上 这个阿伯扶起手 这个阿伯扶起手 而金如就很委屈地摸着自己的臉 你不要听他乱说 只不过赵哲这句话还没说完 他这个整个英雄这样的老爸就脱了他那一对大棉蟹 直接对着赵哲的背部就扔了过去 你当我这么盲啊 你的字都是我教你的 我不懂节外吹这三个字 你当我们村里面还没通往啊 你自己搜一搜 节外吹是什么来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欢迎听友点赞评论 和给个五星好评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下一集更精彩